大家好,教你如何剃肉啊 首先选择白条的时候 要选择100斤左右的 太大了肥了不好卖 太小了这瘦的不好吃 知道吧,所以说这种是最好的 你看这肉多漂亮 有肥有瘦 对不对啊,来看好啊 剃肉,先提小铝鸡 一刀拉来,用手往下撕 撕的比较干净 一整条鸡鸡下来了 然后再把这个下串 囊串 拉了 后腿啊,看好 后腿分开 看好,这第一劲 这第二劲,用刀根 拉一下,拉凑 一掰 这就掉了 来,后肘 倒对关节 你看这不关节出来了 正好这个骨缝一拉 往下一压 小豪竹就下来了 哈哈哈,来 尾骨 贴着啊,你看这刀 贴着骨头 哎,到这了又一转 往这一拉,拉不动了 拉到棒骨了 往下走 还是,刀贴着这个棒骨 转圈 哎,到这了 又一转 整个转这一圈 然后,哎 到这刀往起挑 把这块瘦肉 踢到后腿上 哎,这就下来了 然后,哎 活动的地方 哎,棒骨就下来了 这个是空心的啊 熬汤最好 这个微固是红烧 来,看怎么样 剃排骨 画轮廓 看好啊 走 走 走 哎 整个排骨轮廓就出来了 然后剃排骨的时候 刀要贴着骨头走 认真看啊 刀贴着骨头走 这个不能着急 慢慢来 你看 剃成这样 哎,到这个铜极了 要满刀 你看铜极 连个刀印刘明 平平整整的 哎,这就合格了 然后再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 你看 用手扒住 露出这个肥肉来 你压着肥肉 哎 剃到这个位置 这就剃通了 然后反过来 你看 这边 咯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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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排骨剃成这样 排骨下来了 来 咱把这五盘拉开啊 看好 拉到这么块一溜 这就好慢了 你看 这样拉 你看这熟 看这熟 肉多好啊 你看 来个特写 来 看这五盘 五盘三层 多漂亮 是吧 你看 要不叫你筋肉的时候 有肥有瘦 就敲这种肉 太瘦了光好看 不好吃 对吧 太肥了卖不出去 要不这 一百斤左右的 这叫恰到好处 你看这肉多好啊 看这五盘 这叫又好吃又好卖 哈哈哈哈 来 替前腿 筋膜稍微修一下 前肘 也是转一圈 中间来一刀 找准骨头 然后贴着扇骨 走 梅花肉 走 扇骨 你看这扇骨 薄薄的 包上一层瘦肉 但是瘦肉并不多 这上面就瘦肉多了 前腿就不好卖了 嗯 玉牙骨 拉来来 你看这个前腿 真正一颗 这就掉下来了 哈哈哈哈 来 上面梅花肉 拉一刀 这个梅花肉分成两刀三块 漂亮吧 是不是好啊 你看来个特写 哎 前腿 中间再拉一刀 前腿瘦肉 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啊 这一块你看 这淋巴 挨着草草肉这个地方 来 淋巴血管 咱们都扔掉它 看好啊 这个面的时候 一定要拉开一刀 拉开这里边特别漂亮 这样 一拉 你看 相当不错吧 哈哈哈哈 好嘞 完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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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